中秋節在乎到路很多鄉親 都要去我們中華市區 一間很出名的旁邊店買中秋拼 不止的中華館中參選人 黃文良 讓鄉親做回來做愛心 對自己開場 說要300粒由中華館 卡在協定會製作的蛋黃酥 發送給現場在拜託的鄉親 除了吃看看 不一樣的口味以外 也讓鄉親做回來認救 主持人團體為命 當作來做愛心 雖然拜託到樂樂當 這是每年中秋節這場 都會出現的外賓 甚至還有人因為外賣到來拍攝 這年出名的拜託冰店 也比青座兩人收集團 不止館長參選人 黃文良就利用機會來這裡送餐 這是送的兩人收不是這間店買的 是中華KDee協定會的 使善而出手的財心目看 這是我們中華六四團隊做的 我想我們今天大概準備了三百顆 給我們現在在排隊的 博爾加排隊這些辛苦的 這個我們的這些朋友們 那我們希望說他們吃了 在排隊的情況吃了我們這個 弱勢團體所做的這個蛋黃酥 他們也會有滿滿的愛心 那除了在這邊買了之後 希望他們也可以 把我們的這些弱勢團體來高關 讓他們能夠有過一個好的中秋節 這樣子 所以一樣好吃 當然一樣好吃 黃文良除了給予賓獎 叫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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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相關黨委 愛中市獲得這次過程 是不是複合食品 衛生管理 和賓獎吃了安心 多張新聞 中西梁中華 蔡宏寶德 謝謝